周二在亚利桑那州参议院的一场与马里科帕县选举审计相关的公开听证会上 负责审计的Cypher公司创始人科顿表示 上周发现一台选举机器中被删除的整个数据库目录已经顺利被恢复 审计小组将继续审计工作 在进行MFT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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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是好的消息 此前周参议院曾发出通告指出 对马里科帕县县政委员会拒绝与参议院共同讨论有关选举审计的问题感到失望 但参议院将如期举行听证会向公众提供审计的最新进展 周参议员彼得森对此表示 县府拒绝出席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带来更多疑惑 事实上亚利桑那州的审计工作 一度因马里科帕县拒绝交出路由器和管理员密码而陷入胶着 周二当天神经人员还透露 尽管马里科帕县曾表示将提供虚拟访问路由器的权限 但至今仍未收到权限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